有一个吹牛总被打脸的兄弟是什么体验 我在王巫山战身为王 那我 只不过是六七个小山贼吧 其实就是他劝我下的山 来闯荡江湖的 因为那六七个兄弟啊 我还饿死了 他当时跟我说 我这头顶上有活光 我一旦下了山 我就厉害了我就 因为六七个人的性命 打脸狂脸也不打击 谁会贴啊 赵兄 你流血了啊 高手怎么可能会流血 你自己看 这辈子流了 你看 我这贴 那身体抢什么样子 当然是抢咱们家的 看着就像有才能 但也不能抢 也就挖着陷阱 开个飞队 喝点磨 看着贴 让我来玩 我来玩 我来玩 好